旅館櫃台前兩名男子滿心期待 白花花的鈔票即將到手 下一秒 還沒搞清楚狀況 兩人已經被牙齒上銬 櫃台人員這才鬆一口氣 怎麼會被警方盯上 原來今年7月15號 理性男子跟朋友訂了花蓮一家旅館 入住5天前 向業者表示 因為私人因素無法入住 不過根據訂房定型化契約 入住前14天無法退費 只能改期 理性男子跟兩名朋友 最後決定還是如期前往 只是入住期間 他們的機車剛好擋住 其他房客出入 工作人員幫忙移車 引發理性男子不滿 退房之後 業者卻不斷收到網路而已評論 他第一句話就寫 一間不合法的旅宿 這一句話就對公司造成最大的傷害 公司是合法合規 業者提告 但是網路留言 不能直接認定是理性男子寫的 檢察官最後裁定不起訴出 沒想到從那之後 離性男子三天兩頭打電話來旅館騷擾 看你們敢不敢賭 沒關係反正你老闆家我也知道 對不對 你家老闆有幾個小朋友 我也知道 理性男子指控業者誣告 要求150萬元的賠償金 11月還兩度到旅館找老闆 說自己是醬頭師 有養小鬼會作法詛咒對方家庭 業者相當困擾 檢方介入偵辦 要業者配合 洋裝妥協 願意賠償 準備徵抄殘渣假鈔 等到對方上門取錢 將兩名嫌犯依恐嚇罪 以送偵辦 原來他們是利用業者商業登記資料 找到老闆住宅 再拍幾張照片 裝神弄鬼 趁機榨取財物 前輩到手 人卻被逮到了 TVBS新聞高志鴻 蔡新瑜 花蓮採訪報導